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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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明文 我在这儿呢 来了 来了 把我弄出去 来了 怎么猜了 你等会儿吧 一会儿你就知道怎么回事了 大哥 大哥 来 来 这儿 没事 啥意思 大哥 这儿 眼了 大眼 大哥 牛大胆 就你这脑子还跟我玩炸祥 牛大胆 就你这脑子还跟我玩炸祥 你说你平时都怎么担你兄弟的 我都看不下去了 你说你平时怎么在你兄弟 都怎么回你兄弟的 我怎么看不下去了 我怎么看不下去了 他好像有话说 让他说两句 大明文 我弄 你怎么这样来露宿 你露宿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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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哥 大哥 他说他错了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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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哥 我问他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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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哥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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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说他服了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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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明白 都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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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都明白 明白 明白 好好睡啊 好 明白 睡好了 睡 我 这三炷香烧完 我就送你上路 大哥 大哥 你听我解释 当时有好多箱顶着我的脑袋 他们说了 我要不说实话 就把我舌头给割了 大哥呀 你也知道 我这人吧 没啥球本事 就靠这张嘴 这个舌头 真把我舌头割了 那我们啥也不是了吗 哥 他们倒是逼着咱们抱着残子喝酒 是 我们是能喝 但是 在山寨里 我们也只是拿碗喝酒啊 一口气喝个二十万 我们都不太喘气的 但是这 抱残子喝酒 我们是真能喝过呀 这一坛子下去 啥都不知道了 大哥 昨天妈就是个苦肉计 你别当真 没有那苦肉计 咱哥四个都得扔呢 你就大人不计小人过 别在乎过程 你看 你看 这结果 不都活得好好的吗 你还给我玩结果是吧 我怎么觉着你们仨当时演得那么真呢 太牛了 我怕了 要救爷爷是吧 刀 能死吗 豆腐 豆腐 换豆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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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换豆腐的 这豆腐怎么换啊 已经换鸡鸡 余凤啊 那豆腐您少换点啊 咱吃不了 知道了您啊 这给我撑着我这多少 行了 我给您摇摇啊 来 上哪儿去呢 这有点少啊 您家几口人呢 够吃吗这样 俺当家的不在家吃 就俺们婆媳俩 够了 行嘞 那我给您拿豆腐啊 我来 谢谢郎 您拿好啊 豆腐 豆腐 换豆腐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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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倒是齐者 五 好 是靠能慕子虹的 是啊 慕子虹对他乡人甚厚 好 所以他一死啊 好 这村子里的人 都全组织起来了 四 五 四 庄莫展 其实 不是我不想合作 一 这慕子虹 二 说到底在咱们这个地方 还是有影响力的 三 虽然他死了 但胡死虎未在啊 好 咱们跟他弟弟那时候 一不小心 就会被他给吃了 二 好 三 好 百元 好 咱们建立队伍 和反动政府对抗 为的就是解救天下 受苦受难的劳苦大众 一 可不是争权夺利树山头啊 好 你看 焦东县在地方枉庄很多 但都各自为政 屡屡被人剿灭 要想发展壮大力量 非走联合这条路不可 再说了 这个慕子龙 那天我也观察过 是个胸怀宽大之人 不会和你争权得利的 三 二 一 好 二 那 谈谈看吧 四 好 郭大哥 好 子龙兄弟 这位一定就是张大哥吧 真是 在下慕子龙 请收我一半 使不得 使不得 不敢当啊 怎么这样啊 你可是大家出身啊 我这个草莽之人哪敢收你这一半 倒是我 应该拜你才对 张先生 您严重了 您是前辈 本来 比赢我登门拜访 但博先生说 您家里有事 不方便 所以 劳您大驾 来到我这儿 捣扰了 捣扰了 记住 两位里面请 二位请 请 子龙 子龙 来客人了 你怎么不叫我一声啊 你说 别掺和了 此等大事 本军师岂能不在 二位请了 请了 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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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 来 来 好 联手攻打警备队没问题 我也早就看上警备队了 但是 清兄弟名算账 如果打下来 警备队的家伙怎么分 爽快 张先生果然爽快 不瞒您说 我共达警卫队 看上的 也是他们这些家伙事 但我毕竟势单力薄 真要打起来 还得要靠张先生的补队 所以 只要打下来 您先挑 挑剩下的 归我 要叫我说呀 大家各立山口啊 容易被各个击破 从长远看 还是合并比较好 咱们两个村子距离比较近 行动起来也方便了 好啊 能和张先生合并 那是最好不过的事 张先生 您是前辈 如果合并 您来当领袖 我们都听您的 紫农兄 打算什么时候攻打警卫队啊 我这儿没问题 但我还是想去趟南山 找一下杨天逸杨老先生 请他一起加入 但我不知道 杨老先生怎么想的 只要他同意加入 我们 立刻可以行动 好 好 合并的事以后再说 攻打警卫队 我可以帮忙 白天 子龙哥 子龙哥 怎么了 怎么办啊 不好 马千居又派了一支队伍来了 娘 娘 娘 子龙少爷回来了 娘 姐 咋的啦 娘 马千居带队伍又来了 你跟姐赶紧上山 你带队伍先走 我们随后就到 行 家里什么都别带啊 直接上山去 我先走了 娘 那咱走吧 你该做饭做饭 我倒要看看我这刚儿子 他能把我怎么样 快快快 你啊 吃饭了 你们是干什么的 老太太 对不住对不住啊 我们呢 你都打赶在手下 我们司令啊 想请您啊 跟着咱们上山子里头 不行 你们是欺反家没男人是吗 按这就去找你当家的 你找下 还男人呢 范嫂子 你让我瞎着吗 你们家慕子龙啊 早带着人走了吧 你找我家 杨 雨冯 别怕 老太太 那就请过 我跟她走一趟便是 她现在没有武器 敌人来进攻撤退是对的 不瞒干 证明她有脑子 大元 咱们要想发展壮大力量 真正干一番大事业 必须要走灵河这条路 大家提着脑袋起事 不是为了当土皇帝 而是为了解救这个黑暗的社会 谁呢 你觉得她好 为什么不跟她去干啊 她 要人没人 要枪没枪 还是马前鞠的死对头 我傻呀 我萤火烧身啊 百元 你怎么了 这些问题 我之前都跟你说过呀 你们这些性供的 就知道大道理 我好不容易打下这份家当 为什么要跟别人共享 回去吧 回去再说 百元 百元 还好 看来倒是人家骚扰本性 两头也不敢 子龙啊 我跟你说不能跟张某原联合呀 这人面相不善 后到时候今天一手之大金之仁哪 你说我收起你那套吧 咱们现在要是啥没啥 子龙少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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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咋了姐 你慢点慢点 怎么了 娘 娘被牛大胆给绑走了 我一直听说 牛大胆是个英雄 原来就是个土匪 我现在落到你手里了 要杀要剐 有你 但是我把丑话说在前面 你要想让我儿子来赎我 那我就一筹撞死在你身上 你这老太太是真能说呀 有这功夫 你真应该好好教育教育你那儿子 你知道他都对我干了些什么吗 把我灌猪圈里 把我绑大炮上 当着你们全村里的面羞辱我呀 好歹我也是个爷们 我也是个要脸的人 今天把您请上山 没别的 让穆子龙当着您的面 从我这裤裆底下钻过去 叫我生爷爷 这事就算了了 不 你说呀 把他给我挡了 穆子龙 有点胆量啊 真敢来呀 那你娘呢 老太太 你儿子来了 出个声儿吧 子龙 娘在这儿呢 你别怕 他没什么了不起的 把你嘴给我堵上 你敢动我娘 你试试 你要哪儿啊 你是个爷们儿吗 老子抓你两次 放你两次 谁但不谢我 还绑我娘来威胁我 你是个人吗 咱俩谁也别说谁 我这也是拜你所思跟你学的 两条路 要么 咱们按江湖规矩来 白刀子进红刀子出 三刀六洞 咱俩看谁先捣着 要么 跪下 叫我生爷爷 从我当地的钻过去 我送你的女子下山 头大膽 你干谁了 这不是 怎么回事 娘 牛大胆斗不过我 他绑架我娘来威胁我 还要我跪下钻他裤装 娘 您说句公道话 儿儿给您跪下 您给儿主事个公道 快请我儿儿 快请 娘 儿儿在这儿呢 你咋叫他儿儿啊 娘 你这个畜生 我不是你娘 你也不是我儿子 他 他才是我儿子 你快给我跪下 跪下 你现在长能来了是吧 你长出息了 你干什么不好 你要当着山带往你 还会上这大扇子来啊 我先打你 我先打你 自从你打上这山子以来 小心地看着我 都背后的指指点点 说我是土匪的娘 我抬过去头来 我没脸见人 你知道吗 你知道吗 我我都想找个树我去吊死我 老姐姐呀 今天都说我们不对 我替我这个不争气的儿子 给你赔不是了 这事就不说了 您坐吧 老姐姐呀 你真是教育出来一个好儿子 郑子龙呢 是又善良又孝顺 不像我这个不争气的儿子 整天无事生非 我就没灌过一天的好日子 娘 妈 你以为这穆子龙乱的什么好心啊 你给我闭嘴 你还不服气 你今天绑了人家的娘亲 还堵了人家的嘴 人家子龙呢 买了礼物上了咱家 来安慰我 还认了我当干娘 就你这个脑袋呀 还拉队伍 还当土匪 你就是跟人子龙骑鞋 你都不配呀 你知道 娘 话都说到这份上了 我明白 兄弟们 进 你要干什么 娘 我今天当着我所有兄弟的面 我答应你 不当土匪了 兄弟们 队伍散了 这啥业啊 这常常就偷着什么头 你怎么敢说 队伍散了 我还是不服你 不光我不服 我这帮兄弟也不服 是不是 好啊 好啊 你们这方白眼狼 我还让你们当兄弟呢 我走 我走 慢着 牛大胆 说走就走啊 想走可以 从我这儿 钻过去 子龙 我今天栽你手里了 我 我认 你这儿 他怎么打鼻子 做人 我被他打鼻子 我这儿 你这眼睛 是汉子 我木子龙带的弟兄没你多 带兵的时间没你长 我也不知道 我这支队伍 将来到底该往哪儿走 但我心里清楚地知道 我带兵骑士 绝不是为了战善为王当土匪 那些偷情恶狗见不得人的事 绝不能干 不管你将来是回家种地 还是带兵打仗 活着 就得活出人样 这长田道啊 战客难打发 做客难撵他 今天呢 咱们老街儿俩 就好好唠一唠 好 余凤啊 抓紧点啊 这就好 好 余凤 这是你做的 瞧这针脚 多瓷实啊 不行 还是十分大剑的 警务大队啊 有一百多号人 也就是说 有一百多只汉阳草 只要能把警卫队打下来 拿到这些武器 咱别得不说 跟马迁驹叮当一阵 那一点问题都没 那些问题是 光靠咱们不行 就算加上张百元的队伍 也够强 我这么想 我要去趟南山 找一下杨天忆养老英雄 请他一起加入 谁 杨天忆 大胆 你得跟我一块儿去 我得当面告诉杨老英雄 咱俩支队我现在合并了 要不然空口无凭 人家不信 羽雄 你带着兄弟们 把家看好了 好 四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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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妥了 什么妥了 六叔 你让我干啥去了 好 你是说杨老英雄同意见我了 那是啊 也不看谁办这件事 在郊东这一亩三分地上 还没有我摸不着的门呢 好 大哥大哥 我 我想了一下 我不上去了 我在这儿等你 为啥 你想啊 这事对你特别重要 咱得稳妥点 你进去跟他谈 我在这儿等着 咱里面外合 里面真要有点什么风吹草动 我带着兄弟们就进去了 是不是 养老英雄德高望重 再说了 他也答应见我 会有什么意外 我们带着诚意而来 这就是我的诚意 你要待就待着吧 你俩跟我走 什么人 在下慕子楼 求见养老英雄 你们在这儿等我 来 是养老英雄吧 在下慕子龙 特来拜会 慕子龙 正是 给我绑了 这 你干啥的 养老英雄 这是维和 你既然答应见我 不许是反对我 难道这就是 跪山的待亏之道吗 给我闭了 别开窗 爹 你 爹 你怎么说杀人就杀人啊 我们也不住土匪 哎 就算他真的犯了事 您跟他讲清楚了 在江碧岛也来得及啊 爹 杀人 出事了 走了 杨天一拔子都给你拔了 没事吧 我咋知道啊 不是 现在怎么办呀 坏了 这样 你们赶紧回去找人 快走 走 快快快 走 什么人 站住 是我 不是认识了 不向死牛大胆 见过义父 义父 向义父请罪 这是谁呀 我怎么没认出来呢 是您的不孝子 牛大胆回来了 大胆啊 你还认我这个义父啊 义父 义父 都是孩儿的错 等出孩儿不该不听您管束 偷偷下山 但孩儿发誓 自从下山之后 没做过一点对不起义父的事情 上次您熄熄严谨 孩儿知道消息之后 还去增援 上一次是你去增援的 我听说你现在翅膀硬啊 手底下也有个几百人的队伍 那你还来干什么 对我没了 没 没了 哪儿去了 孩儿将自己的队伍 都给了木子龙 孩儿是心甘情愿的 没有受到任何人迫切 是孩儿不对 是孩儿坏了您跟子龙大哥的好事 您要杀要寡 冲孩儿来 三刀六动 把皮割肉 孩儿没有一句阅言 但孩儿还恳请义父 放过我子龙大哥 我说这就奇了怪了 你才认识他几天啊 既然胜过了你我多年的父子之情 竟然还愿意替他去死 我愿意 我愿意一命第一命 好 那我就成全你 好 这是不是有点小啊娘 不小 这穿着穿着就撑大了 大娘 大娘 出事了 咋的了 子龙哥本来想圈一天一块儿打警卫队 结果一进门就给绑了 为啥 我也不知道啊 娘咋办 那儿呢 雨冯 把娘出门的衣服找出来 这儿 大娘 您别去了 还是让我去吧 我儿子在那儿呢 我怎么能不去啊 雨娘 爹 你真的要瘦子大胆啊 他可是从小跟我一块长大的呀 安哥 安爹 都愿我 我真不是想瞒着你 我是真怕我跟我义父这层关系 耽误了你的大事 没真相 还是把你恋恋了 你放心 我今天肯定抱你下山 雨冯 你要杀你就杀我 你放了我大哥 我夏伯伯跟你当牛做马 让我进去 让我进去 娘 跟娘 我儿子在里边呢 你们让我进去 让他们进来 娘 子龙 子龙 你没事吧 娘 你怎么来了 娘 多怪我 说我把我大哥给连累了 子龙啊 娘跟你说什么来的 你就是不信 这武枪能放的 你咋晚会死在这上边 娘 您就别添乱了 舅兄 赶紧帮我娘带回去 你闭嘴 我 娘 长静 愣着干啥 我 劝劝姨父亲 我 杨老英雄 杨老英雄 我 我虽然不知道子虹她活着的时候 都对您干了什么 让您如此地生气 如此地恨她 总有您的道理 我不是她亲娘 我不是她亲娘 但我是她亲姨 我姐临死之前把她托付给我 那我现在就是她亲娘 她造的腻 当然就由我这个当娘的份 她欠的债 还不了了 就由我来替她还 您要杀要罚您都冲我来 我求求您 我沐家现在就子龙这么一条根了 求您饶她一条性命 我沐家实实代代 都会干您的恩的 搬出母子情来了 难道只有你们沐家有娘 其他人都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 我杨天忆也有娘 当年沐子虹收券到我家抢粮 我母亲就死在她失明的枪托下 我杨天忆起誓 就是从死了老娘开始的 本来是这样 那我就没什么说的了 她死了 我就用我这条老命来替她赎罪吧 你赎不了 我跟沐子虹不一样 她杀了我的娘 我不会再杀了她娘 这辈子 我手上就没摘过女人的血 天皇 杀死咱们 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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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手 谁敢动手 我杀了她 律师兄 你把刀放下 杨天忆 都说你得多望重 我想到竟是如此恢与无道 今天要敢动我大哥 我就杀了你儿子 住手 住手 刀杀留人 刀杀留人 刀杀留人哪 杨先生 刀杀留人哪 杨老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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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息怒我 薄先生 杨老英雄 我知道 我理解老英雄的心情 如果老英雄起兵 在这南山上苦苦坚持多年 就是为了一个木子洪的话 那他现在已经死了 老英雄大可以解散队伍 回家了 中国社会混乱多年 军阀割据民不了什么 木子洪 只是他们当中的一个 我敢说 还不是最坏的一个 木子洪自然有罪 但归根结底 不正是这个社会制度造成的吗 要想改变这种现状 就必须推翻这个社会制度 建立一个新中国 郭先生 现在不是讲大道理的时候啊 好 那今天 我就不讲大道理 咱们来分析厉害 是 江东县在遍地风火 到处都有抗扬军 有多少队伍拉起来 几天就被官府剿灭了 为什么 各自为战 被人家各个击破 木子洪本人 并没有得罪过老英雄 老英雄如果今天杀了他 会让多少曾经和老英雄有过嫌隙的人 感到心寒 只怕日后老英雄 如果有事情 也没人敢办了 娘 我跟以前常跟我说啊 他说 咱当兵的就是靠老百姓养活的 绝不能跟上海老百姓的事 他说咱部队的口号就是 救国家 救民众 不怕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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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信我哥会干这种上海里的事 不可能 您说会不会是他手下干的 我哥根本就不知道这事 有没有这儿靠你 你们说 有没有这儿靠他 老英雄啊 老英雄啊 你今天给了木子龙一个教训 让他知道了他哥哥是什么样的人 我相信 木子龙必定会接受他哥哥的教训 走一条新路 如果你今天真的杀了他 不正随了官府的心愿 是为亲征同仇征款 老英雄 何去何从 还望您慎重选择呀 薄先生 你是我的救命恩人 按说 我应该给你这个面子 放了他 可是我杨家上下十几条冤魂 又如何能放得过他呢